请看 我俩在一起快两年了 当初她对我无微不至的 现在总是不信任我 居然还敢跟我动手 我真的特别受不了 当初只是个误会 我也不想弄成那样 我当初对她那么好 不能说分手就分手呀 她现在特别冲动 做什么事都不经过脑子 我已经一再地忍她 我真的是受够了 我觉得就是她变心了 他们单位领导还可喜欢她了 经常出去带她吃饭 还送礼物 她都快跟别人跑了 我跟我们单位领导 根本没有什么 就是她太敏感想得太多 她现在的所作所为 真的让我特别失望 掌声有请这一队 有请 男嘉宾李先生 22岁 来自河北 是一名学生 女嘉宾王女士 23岁 同样来自河北 是一名职员 来 有请有请两位 有请 欢迎两位 怎么认识的两位 我们从健身房认识的 当时就是她一直跟我搭讪 然后我一开始没怎么理她 完了后来觉得 她说话也挺有趣的 锻炼也挺有型 特别吸引我 完了之后呢就认识了 就交个朋友 这样 谈了多久了 谈了两年了 现在不信任人家了是吧 不是不信任她了 就是她的领导 我感觉就对她特别的 有那种 有那种情 就对她不怀好意 你是怎么感觉到她领导的那种 不怀好意的情的 因为领导老带她出去应酬啊 吃饭什么的 我就感觉特别不得劲 然后平时对我现在也爱搭不理的了 不是当时我在这个公司 我因为我也是说进步很大 然后领导就有时候会带我出去 跟客户谈业务啊 就是吃饭啊 或者说出差 但是每一次就是不光只带了我呀 还有其他的同事 并且不光只有我一个女孩子 我觉得就我跟她说的时候 她总是就觉得 哎 你别说你别说 根本就不相信我这种 就是现在她就变成一个就是 特别固执 而且特别冲动 完了之后 我都完全没有想到说 还能动手打我 真的是 我接受不了这个 这是真动手还是 真的在动手 当时就是因为我们同事聚会 有一次 完了就是之前 她就是总是对我比较束缚 没有什么私人空间 让我下班就必须回家 跟同事聚会啥都不让去 后来呢 我那天我就怕她 她这冲动的性子再给搅诀 我就说我已经回家了 结果呢 她那天去找我了 一看我没在家 就给我打电话 然后就说什么 你要不赶紧回来 我把你猫给扔了 那你明知道 我跟我的猫 我的感情特别深 养了很多年了 我当时我就挺生气的 我说你别动 我说这就回家了 后来我就回去了 回去一看 我还没等问她怎么了 她就先指着我就说 你就成天跟你领导出去鬼混 就说这些莫须有的事情 因为我呢 还有其他的室友在嘛 我不想就是 这个事情搞得大家很难堪 我就说你先回家 你先冷静冷静 咱明天再说这事 我就给她把门口那边带嘛 完了之后 她特别使劲推了我一下 我当时就摔在后面那鞋柜上了 后背就清了特别大的一片 我就感觉这一个男的 如果说对一个女生动手了 你有在一就有在二在三 你对我动了手 我觉得真的没有再继续下去 在一起的可能了 没有了这个 主持人我真没有打他 我那真不是故意的 因为你知道吗 当天的时候 我给他打电话 我问他去哪了 他就说我在家呀 然后我说在家 那我就找你去了 我一去他家 他根本就没有在家 当时我就想 他肯定又跟他领导出去了 你怎么那么介意他 跟领导出去 因为领导吃饭呢 应酬什么的老带他 你说干嘛领导就带你呀 然后还每次送他下班 就有说有笑的那种感觉 就让我撞着过 我就看着就特别 让我心里特别不是滋味 就让我感觉就是 他俩就有那意思 我绝对不能让他 再这样下去了 为啥呀 因为我觉得我现在就 很缺少安全感啊 因为之前就过生日嘛 然后一次过生日 我俩就约定好了 一起过生日 然后当时我特别高兴的 去超市买了一个暖宝 然后就特别实用的东西 也不值几个钱 然后我看玫瑰也挺好看的 就是买了一支 然后我就去他的公司等他 结果等了有一个多小时了 他特别高兴的出来了 拿着那么一大捧鲜花 然后还有一些手 就是一些礼物什么的 我一看当时我 心里特别不是滋味 因为我拿着那个东西 特别实用的 我一穷小子 我能送你 只能送你这些 特别经济的东西 特别实用 不是那你生什么气呢 我没弄明白 因为他领导送他 那么贵重的东西 我觉得 你确定是他领导送的吗 普通职工 他不可能送你 那么大的玫瑰花 其实跟谁送的没关系 是你觉得自己 没面子了是吧 对我肯定没面子了 因为我就是一个穷小子 当时那天我过生日 我俩已经约好了 我没想到的是 我同事 我们同事在我走的时候 突然叫着我 把蛋糕拿上来了 就给我一小惊喜 我挺开心的当时 后来我就留下来 跟他们就是待了一会儿 东西全都是同事们 送给我的 下楼我还跟他说 我刚才同事怎么样 都说着挺开心的 他就 就没听我在说什么 直接把东西都抢走 直接摔在地上了就 我就懵了 我说干嘛呀你这是要 完了就直接跟我翻脸了 大吵了一架 在我过生日那边 因为他现在接受了 别人那么贵重的礼物 就等于承认了 你的男朋友 非常没有这个能力 没有能力去给你买这个礼物 那你有能力不 让我感觉 我现在 那你有能力不 我有能力啊 那不就完了吗 但是他那种 让我感觉 特别没有能力 好吧 所以你为了证明你的能力 你做了些什么为他 当时我们两个也是一起 就是共换蛋过 他做过一些小买卖 然后赔钱了 当时赔的挺多的 我说一个女孩子吧 然后我也没有多少生活费 我就省吃俭用 买一些馒头啊 咸菜之类的 然后剩下的钱 我都是给我女朋友 让她来慢慢还债 是 我当时因为这个事情 我就是特别感激他 但我没有想到说 他现在变成一个 敏感的不得了 完了特别的固执 而且最重要的一点 太冲动了 就动手这事 我刚才也说了 就太冲动这些事 我都真的是特别让人生气 他动手确实是不对啊 你说的他太冲动 就是这么一回冲动 还是经常性的冲动 这都是九牛一毛 就是因为过生日这个事 他就拿这个事 老觉得我好像咋着了似的 就非得说你别从这干了 让我跟他去北京 那我从这个公司 我干得挺好的 我一开始是前台 然后我慢慢 我现在是行政 我觉得就是包括公司领导 带我出去出差 这个是对我个人能力 一个认可 我也能学到很多的东西啥的 我就没觉得这有什么 这就是工作呀 没有啥私人感情 完了他就说 要去北京啥的 我就没跟他去 结果他倒好 他二话不说 就那一个暑假 就直接跑到北京 电话不接 微信不回 跟我玩人间消失 我当然特别地担心 因为他现在就对我 爱他不理的那两天 我也换了北京的号 我现在就让他感受一下 我不烦他了 然后你现在是怎么 心里是怎么滋味 后来 什么脑袋里面想的是 他坐着火车来北京 满大街地找我 是吧 我也是想这样让他呀 后来呢 后来没有 我就过了两个月之后 我就回去了 两个月 回去之后呢 回了之后我就想想 我们就领证结婚吧 等于你没理他两个月 你从北京回来之后 你就跟他求婚了 是这意思吗 没有 我就想跟他 那是什么求婚呀 我的天呀 他从他家里 把护股本偷出来了 让我也把护股本偷出来了 让我逼 就逼着我要去领证 就整个人一逼婚 我觉得太可笑了 咱俩关系已经这么僵了 这怎么可能啊这是 你说主持人 你说如果他要爱我的话 他为什么不跟我领证结婚呢 因为当时那种情况 我就只能用这个领证来 拴住他了 当时他心完全不在我这里了 我甚至已经 他的心已经完全不在你这儿了 孩子你为什么还要 这棵树上吊死啊 因为我太喜欢他了 毕竟我就想跟他 长久下去 真的我特别喜欢他 明白明白 我现在觉得他真的是 太幼稚了 就我就 不爱就是不爱 谈恋爱嘛 我不再爱了 你就大大方方告诉人家嘛 对吧 我喜欢上了别人 或者说我没喜欢上别人 这都是你的自由 你们也没结婚 对吧 你跟他说清楚 可是我跟我的老板之间 没有关系啊 我没说你跟你老板 我的意思是说你要不爱他 你跟他说清楚 你别再折磨他了 你会看出来了吗 就是一个年轻的 对爱情充满了 稀奇的这么一个小伙子 对吧 对 其实你看按理说啊 我是觉得你也不喜欢我了 或者说我觉得你也不喜欢我了 但是我喜欢他呀 我就想跟他领证啊 对啊 你不是说他不喜欢你了吗 但是他还有那点心思呢 你怎么看过他还有那个心思呢 我就觉得吧 我就心里边一直感觉 他还是有那点对我的 之前有一些旧情那种 还爱他吗 姑娘 说实话 还有旧情吗 我现在也不知道 但是真的 我不想再为他这些行为买单了 他真的在我看来太幼稚 你还喜欢人家吗 买不买单的先不说 还喜欢人家吗 我现在也不知道 真的不知道 行吧 听听老师们怎么说吧 来 我们一起进入秋比特本卷 先问小伙子一个问题啊 你说你觉得他还念你的旧情 就是还对你有那么些喜欢的地方 那这所谓的旧情和喜欢是什么 因为我觉得之前我们两个就是特别聊得来 然后我也之前也打动过他 我特别关心他 你认为他念及旧情喜欢你的是你曾经对他的关心 对 然后还有一些 就之前我曾经一块没有多少钱嘛 然后他也赔了点小买 对他的付出 对 这些你变了吗 我觉得我没有变 但是你觉得他对你的感情是有变化的 对吗 嗯 他为什么变了 就是因为他的领导出现了 嗯 不对 他变了是因为你 确实是出现了问题 在曾经他喜欢的对他的细腻的关怀之外 你有了变化 比如说你猜忌 发脾气 歇斯底里地想要去管束他 这些是他不喜欢的 但是因为我真的穷小子 我现在什么都没有 我怎么样留住一个这么漂亮的女孩 这要问你自己啊 他喜欢你的时候 你就是一个穷小子的样子 这个没有变 所以他喜欢你的地方其实还在 但是你现在的种种行为 把你原来曾经打动他的地方 也掩盖住了 我不知道为什么你把自己的爱情 放到如此卑微的地位 因为一个自信的人 不应该是这样的状态 他应该是看到 女朋友在工作中非常优秀 那同事对他很欣赏 你是开心的 虽然我现在只能送他一个暖宝 但我用心了 所以我觉得幸福 我也希望他觉得幸福 而不是看到别人给他更贵重的礼物 你心生愤怒 其实我倒是真的觉得 你似乎也没有那么爱他了 你只是一个小孩子 想拥有一个自己最真爱的玩具时的那种 强烈的占有余 姑娘说我和老板没有关系啊 很正常 我完全相信啊 但是 当他送你那么大一盆玫瑰花 可能价值不菲 当他送你很贵重的项链的时候 你什么心情啊 就是当时 因为就是大家一块给我过的 你直接回答我是哪种感受 我就是觉得很惊喜 很开心 对吗 对 我没有觉得说说礼物是怎样怎样 我就是觉得这个事情很突然然后很惊喜 所以特别简单 对 在你现在对爱情和对生活的判断的时候 是不是觉得一个人黏着你 并没有你收到一份精美的礼物 别人对你的认可让你觉得开心 他的年龄已经让你觉得有些不开心了 对吗 我没有觉得就是说他就是在我这儿我觉得不开心 我也没有觉得说 你特别奇怪 你为什么不愿意承认呢 可是我真的没有啊 如果你说真的是觉得他的这种一个暖抱给你带来的快乐 和那些所谓的首饰和鲜花不可同日而语 你干嘛收那些礼物啊 我们都在职场上工作呀 怎么没有老板送我贵重的项链啊 真的没有 从来没有够 老板就是老板 我们公司就是说 每个员工过生日都是大家一会儿 所以我在想说的是 他的猜忌固然有他过分的忌妒 但你也不是做的就无可挑剔 这不是人之常情说我过生日 我是一个好的员工 老板就要送玫瑰花和项链的 所以其实你很享受这个过程 那你为什么不去面对呢 你既可以等他成长 也可以选择自己更高的舞台 但是你要真实地面对自己 这样才对得住自己的内心 也不会伤害对方的感受 你越这样拖着 你对他伤得更深 而自己也更难从中拔出来 面对内心做出选择 对谁都是有好处的 谢谢 你们两个交往多久 也是快两年了 这两年都快乐吗 我觉得跟他在一块 我最开始就是觉得跟他在一块挺快乐的 哪些地方快乐 他说聊得来是吗 对 因为他很幽默嘛 就很有趣 两个人很聊得来 就包括后来他对我也特别好 曾经也是换那羽共过 但是真的很感激他 在这段感情两年里面 他对你付出我已经听到了 你有对他付出吗 我也有 就是他那会从北京回来 他就跟我说要自己先做点什么生意 然后他就逼着他爸妈给筹钱 后来他就从网上就是 进了好些那种文玩手串 然后就让人骗了嘛 亏了好几千块钱 我当时卡里边是存了有六七千块钱 我就给他爸妈打过去了 我也不想说让他爸妈惦记了 我问一个俗气点的问题 所以你付给他的这个钱 跟他当初跟你患难与共的时候 帮你抵的这个债 量轻了吗 我当时完全没有想过 就是说抵这个真的没有 从来没想过就是 对对对 还他这个人情对吧 我因为我就是他的女朋友 我可以理解为 那是因为你爱他对不对 可以这么理解 你有想过你们的未来吗 想过跟他结婚这回事吗 想过 多久之前想的 还是在最开始 就是两个人感觉特别好 因为后来真的是 有很多的变化 我再问一个直接的 你觉得他配得上你吗 或你们两个般配吗 我觉得两个人 如果互相喜欢的话 没有什么般不般配 这一句话 实话吗 是的 好 这些问题我都帮你问完了 但是我觉得你配不上他 我也觉得我配不上他 你也觉得吗 嗯 你知道为什么觉得你配不上他吗 因为你心里太自卑了 你知道要拥有一个漂亮女朋友的必要条件 不是能送得起大把的花 也不是能够送得起项链 要拥有一个漂亮女朋友的必要条件 要个自信 她走到哪里都不可能没有男同事 所以你要想清楚 如果你就是生不出这个自信来爱他 那么你配不上他 为什么要勉强他配你啊 这叫爱吗 你说我就是喜欢他跟我在一起 我就是要跟他在一起 这小朋友要糖吃 你既哭又闹 他也不一定要嫁给你 当时我有种想法 我就想自己创业 我去干一番大事业 我觉得男人嘛 就应该有胆量去干一些大事业 凡事都是呢 欲速则不达 你现在啊 连搞清楚爱情的真相是怎么回事 女人到底要什么都搞不懂 你还说 那我就争气啊 争什么气 我现在讲的话啊 就是一个女人都要的事情 我们就要一个男人 懂我 呵护我 信任我 你对你女朋友太不信任了 你不只对自己不信任 你也不信任她 在你的概念里 我是个穷小子 而她就是一个贤贫爱富的女人 请问你看得起谁了 你把自己看得很卑微 把她看得很势利 如果你们的爱情就是这样 我也求你别再拖累她了 麻烦你放她走好吗 那才叫爱情 好 谢谢 谢谢柯老师 你们保证接下来跟我的对话 是真诚的吗 可以 你喜欢领导吗 我对她没有任何的私人感情 工作就是工作 你知道领导喜欢你吗 我没有感觉她喜欢我 因为大家 你实际是真话 我知道 我说了每一句话表示真诚 我相信你不喜欢领导 但我绝不相信你 不知道领导喜欢你 我知道 但是大家每一个同事 对我都很好 不 我所指的欣赏和喜欢 是那种喜欢 领导想追你 你不知道 知道 那为什么还要接受玫瑰和项链 因为我觉得如果说只收了别的礼物 不收这个礼物 她毕竟是领导 我当时没有想那么多 所以那到底是领导重要还是男朋友重要 是男朋友的自尊更重要还是领导的面子更重要 这个是我的错 我当时没有想那么多 所以其实在你的心目当中 他的自尊 是没有老板的面子重要的 我再问你 除去谁喜欢谁这些感情之外 就两个男人而已 你觉得哪个男人更优秀 是让我选择 就是我不是让你选择喜欢谁 我就说哪个男人更优秀 领导更优秀 对吧 所以如果抛去以前你们所谓的供过苦 和两年的感情 重新打回原心灵 你选择谁 为什么呢 因为他是很单纯的人 领导是很优秀 但是我觉得 优秀归优秀 但是你就是怎么说呢 我们那边的话就心仰很多 可以了 我不去质疑你的那些话 我只看最后的行为 我们不能因为说我们怕别人说我们是个贤贫爱妇 不念过往的人 我们就说其实我还不忍离开 其实你已经不爱了 即便不选择领导 将来的伴侣也绝不可能是这个男生 你为什么不肯说出来 其实你现在如果要真正地做出对于过往情感的尊重 你应该说我已经不再爱 我们过去是有感情 但经过你一次又一次对我的伤害和不信任 这种感情已经没了 你在他的公司门口 把他的鲜花甩在地上 当着所有的公司的人面说 你喜欢领导 同样的事件 在他所租住的那个寝室 当着所有室友的面 你也这么干了 然后到今天依然是这样 你的动机无非三种 第一 泄愤 第二 胁迫 第三 收复失地 泄愤是什么原因 因为我愤怒了 这种愤怒其实是一种恼羞成怒 其潜台词无意识就是 我当初那么帮你 我节一缩时 为你还钱 你怎么可以这样 第二就是胁迫 一个男人总是把过往 帮女人还过一点钱 吃了几根黄瓜 这样的所谓的恩情 老是拿出来说 说第一次是回忆 说第二次是胁迫 说第三次就是要债 你今天其实就是在要债嘛 然后第三就是收复失地 就是当对方默然承认 我错了之后 你再说 行 恕你为罪 跟我回家吧 其实你仔细想想 在这个世界上总有男人比我们优秀 我们不可能把他们都当成是情敌 真正爱一个人的时候 要有给他包容的空间 当真正觉得自己不如别人的时候 我们男人有的时候 拼的不是收入社会地位 拼的是爱他的一颗真心和担当 如果连这点东西都没有的话 你即便有钱又怎么样呢 所以今天不要再纠缠了 给他尊严也给自己尊严 你还年轻 提升自己就可以了 姑娘 说句不爱不会死的 也没有谁会说你贤贫爱负 关键是要说真话 好 祝你们各自走好 在你的心里 在我们这些穷小子 没有自信的人的心里面 会这样吗 哎呀 我女朋友好漂亮 我配不上她 我建议更多的男性 从这个角度下 那个女人在那一个瞬间 是真的爱你 她爱你不是你的钱 可能是其他的东西 那个东西已经大于了钱的意义 请你珍惜那一部分东西 恰恰这个东西是被我们男人 自己搞丢的 会这样吗 女朋友拿了别人 999朵玫瑰出来 我的天哪 哥们就拿了一只 怎么着 我就都觉得这只花 我都送不出手 所以我提醒女性 也注意这一点 温婉的处理是需要智慧的 大家来过生日 哎 等一下 我男朋友还在楼下 把男朋友给叫来 你只要正确地面对自己 不伤害别人就好 好了 接下来一起进入 那几天喝谷放红糖 真情60秒 我之前做的确实有点过分 然后导致我现在有些不自信 我还是想让你再给我一次机会 你不要那么伤心了 这些事情发生的有些特别突然 咱们都没有想到 还是希望你给我这次机会 让我用更好的心态 更好的态度去面对你 然后我不会对你束缚那么多了 我在来这节目之前 我已经做好了 我要从这个公司离开的准备 不要伤心了 因为我以后绝对会做得更好 我会给你表现给你看 给一个机会 你说你多纠结呀 你就面对一次又怎么了 如果你足够优秀的话 你又没有结婚 你经常会碰到更优秀的异性 来追求你呀 这是一个生活的常态呀 所以你离开并不是解决问题的方式 你怎么去面对别人对你的追求 如果你有男女朋友的话 这才是处理问题的关键吧 离开更让人怀疑 所以其实嘴长在别人脸上 人也想怎么说怎么说 如果在这样的一种情况之下 你还要自欺欺人 你将来也找不到真正的爱情 来我们这儿不就是成长吗 好好想一想 就出来 不爱就别出来了 来 谢谢两妹 请回吧 来 请关门 好了 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 那几天喝古方红糖 感谢我们的首席战略合作商 古方红糖对本节目的大力支持 来吧 看看这对年轻人自己的选择 请开门 请开门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